中美之间保持着必要的沟通 但是美国如果一边说要沟通 一边不择手段地打压遏制中国 对中方的官员、机构和企业实施制裁 这样的沟通诚意和意义何在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有关非法的单边制裁 已向美方表明了严正立场 美方应当立即撤销制裁 采取实际行动 为对话沟通、扫清障碍、营造氛围 创造有利的条件 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的原则 发展中美关系 我们敦促美方端正对华认知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 同中方相向而行 以实际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关于你提到的两国元首的具体安排 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